大家好啊 今天分享一个观点啊 就是有人42岁 然后呢 他说呀 自己状态挺好 长的呢 还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视频 大家就这样 他觉得就是我42岁挺好啊 说可以做到极致自我 不被任何世俗所绑架 自己呢 就是自己价值观的代表啊 网友呢 说太好了 对吧 你瞧这四十几岁没结婚啊 看着就跟这个30多岁差不多 我身边的那些啊 已经30多 已经结婚生子的 他们这个看着就显老 四季沉沉 没有活力 感觉被生活的压力啊 喘不过气 大家都是好好好 三三赛 对吧 太棒了啊 这怎么说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观点 一般持有这种观点的 都是20岁 那些可能被现在的小红书 等等啊 这些洗脑的人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说 很年轻嘛 我为什么要结婚啊 对吧 我可以快乐谈恋爱就可以了 就是我相亲也遇到过这样的 之前呢 就谈过一个姑娘 然后他这边 其实呢 怎么说呢 性格还挺外向开朗的 但是呢 他就是对于结婚什么的 他就很抗拒 你跟他说 这个结婚 就是我没想好呢 我就想谈一个 这个甜甜的恋爱 甜甜的恋爱啊 我就是 那行吧 那你总得结婚吧 那结了婚就也生孩子吧 但是暂时没有想好呢 那没有想好呢 那你说怎么办 我肯定不能说 浪费我时间 跟他这好嘛 当然最后分手了 我还得被人挂一个渣男什么的 我觉得也挺委屈 让你不可否认吧 现在二十多三十多的很多女生 他的普遍想法就是 他们收到所有信息都是结婚 会让自己变丑 降低自己生活质量 所以我现在的 相亲的时候的 一个判断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一个女生 你说 我如何如何如何 就降低自己生活质量了 这种女生 我觉得大概率 你就不用跟他 再花什么更多时间了 这是一个相对比较自私的人 他并没有 以说跟一个男性 或跟一个异性吧 男女其实都合适啊 跟一个异性 对吧 有一个共建家庭 有一个繁衍后代 然后他们去共同的 拥出一个传统型家庭的这个愿望 像我吧 我至少是认为 我自己是比较传统的 也许我反思啊 我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也觉得 哎呀 三十多好老啊 对吧 什么结婚啊 要孩子的 想太多了 到时候再说吧 也会认为 我自己玩单身 过得很开心啊 我为什么要有个异性呢 所以像我 基本三十岁之前啊 并没有太把 什么找女朋友啊 结婚啊 这些事提升一成 但是三十岁之后 慢慢这个想法就改变了 所以你看 假如说我评论区里边 有些听众 他们就你们呀 是本身还在三十岁之前 你们基本会 也会认同单身快乐啊 不要结婚等等 但是等你们过了三十岁 尤其是过了三十五岁 你们再反思一下 你们的想法 会不会发生改变啊 当然你现在的话 不会的 对吧 我三十岁之前 我过得可快乐了 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 但是你过了三十岁 过了三十五岁 你会发现 你的生理性的 物理性的很多的想法 都会变啊 都会变啊 这个不是我乌鸦嘴啊 这是我的个人的 切身经历的分享啊 比如说我三十岁之前 玩游戏刷一夜没问题 刚工作爽着呢 对吧 由于上大学 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累啊 天下打球啊 打一天 然后下回家 回宿舍啊 就开始刷片 玩游戏啊 开黑 我靠爽的不易乐乎啊 爽的不易乐乎 精力充沛无敌啊 就跟电池 这个永远可以使用似的 但是过了三十岁之后 整体的身体的能量啊 比如肩肩板疼啊 什么肩子疼啊 什么什么这个困 睡不醒 各种问题啊 都来了 之后你就会 从生理上感觉到 自己变老了啊 你会想到 有种危机感 哎呦 我的这个生命 是不是对吧 有一个能互相依靠的人啊 能延续下去 让我的后代啊 也就是说 再说最适合的互相反 我生意后代够养老啊 这个我开始就想这些问题了 但我这么说 有种嫌疑 就是好像我把我的后代 当个工具人啊 并不是啊 这是为什么要 后代在我看来是一个 多方面因素的融合啊 一方面我需要有人陪伴我啊 另一方面呢 我也需要这个 有一种生活的体验啊 有个后代 我能养育他 就跟玩摸点声似的 造个小人 我能把我很多的经历 阅历啊 什么的提前分享给他 让他呢 看着他 对吧 成为一个新的我 我能感觉到生的延续性 还是把这新闻看完啊 反正上面这些女生 对吧 都是认为挺好的 对不对 那个不要 不要孩子爽 爽啊 爽啊 但是呢 他们没有任何人去考虑 这种是否有普遍性 我认识大多数 三十多四十多的女生 你看着可能也许能挺好 保养得当 但是呢 心理上真的多多少少啊 都是有些扭曲的啊 就是很多 我顺了 不过题外话 就是我的评论区说 哎呀 这个老猪怎么了 你是不是相亲失败了 啊 我相亲当然一直失败了 我相亲没失败 我可早结婚了 对不对 说是不是被人伤害了 啊 我确实被伤害了 我说了 我的前任大大奇同志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这个女权主义者啊 你说他也没有提完女权呢 当然没到那个份上 但是呢 很多聊聊天的东西 你跟女权主义者一聊 你就知道 哎呀 卧槽 两人想的方式还是不一样 而且我认识 大多数女权主义者 天生对男性 有种仇男心态啊 但是他就认为 在这个父权社会体系下 所有男性都带有一种原罪啊 所以呢 我怼你啊 什么让你难堪 天经地义啊 他们女权师圈呢 基本就这样啊 慢慢就进展出来了啊 一点不尊重男性啊 所以我在频道之前 我也说过嘛 我个人认为 呃 过去我的频道 如果说是一个只做见证 相关的这么一个东西 现在我可能会更多的分享一些 开始吧 增加一些比重啊 就是呃 哎 吹一吹女权师啊 然后说一说我成为一个男性的一个观点 我过去也自诩为 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过来男性女权主义者 啊 而且我自诩为 哎 挺好 对吧 我也有这个自由主义思想嘛 啊 我也是这个思想很进步 但是真的这是夜宫好龙 直到我实打实的 接触了很多女权主义者之后 发现这个群体还是蛮可怕的啊 嗯 我们把这个新闻啊 先看完 像有人翻出了很多啊 这个相关记录片的截图 你看40岁 没结婚 什么体验 各种各样的 有人说啊 这个40岁 可能是在抛物线的顶点啊 说我从来没有觉得 我现在生活有问题啊 等等啊 你看就专门做这种题材 他迎合很多年轻女性嘛 告诉你们 对于结婚啊 自己或者没有对象啊 单身啊 不要有恐惧 叫这么多单身的人 没有结婚的人 他生活的依然非常好啊 怪你们害怕个屁啊 对吧 有这么多前辈呢 啊 你们都是有共同的目标人 你们不是这种反不足子 你们都过自己 嗯 你说每一个假期 我都可以自己一个人啊 去旅行 很爽啊 很爽啊 还说哎 我还考虑过 要不然我凑合结个婚 让他们闭嘴得了啊 还有底下说这个 我从来没有觉得 我现在的生活啊 像别人说的那么惨 我没有觉得自己 什么不能做啊 每个假期啊 都是我自己一个人 去旅行的时间啊 说实话 他说这话的时候啊 自己孤单不孤单 只有他自己知道 你说他不可能 你放屁 你这是他肚子里蛔虫吗 你怎么知道他不孤单啊 是 我当然不知道了 但是他有没有可能孤单呢 有可能啊 我以我的常识和认知 大多数人自己去旅游 我都会觉得相对比较孤单 当然你也可以过得很爽 但是更多人会觉得 哎呀 这个我看到一个景致 特别好看啊 比如我看到大雁塔 我看到了这个 岛林杨 哎呀 这时候有一个人 能跟我分享 我把我心中的 这种此时此刻的观点 分享给他啊 或者这些多么好的事情 当然了啊 这很多单身主义女权师 他此时想是 我身边旁边是一个 我心中的这个Mr.Wright 那是可以的 分享给他 分享给他 我会让我的快乐变成两倍 但是想到 哎 是一个 这个 一个普希男的对象 哎呀 那就没人 没有分享的这个动力了 变成一个工具人 你就踢我另班就可以了 有人说呀 我去蹦个低 什么什么 跑个五公里 我也OK啊 就是觉得自己还很好嘛 42岁嘛 说他42岁还去蹦低 我真的不太相信啊 因为跑五公里是没问题的 我身边有很多 这个40多50多人 跑五公里 甚至十公里都没问题 还有人说 我40岁之前吧 也可能 有走到婚姻的一些机会 会有一些怀疑 有一些不满足 分手之后呢 我发现自己 其实并不是啊 不能对对方不满足 发现我自己 这个对生活不满足 对自己不满足 有人说 说你个快乐是短暂的 等老之后咋办呀 都等你父母不在 一个人呀 天天在家 就知道什么是孤单了 说还有说 则我感觉真好 如果问一句 说到你老了咋办 到那时呢 看到别的儿孙啊 绕妻 特别是风天过街 一起欢乐 你不会觉得这个孤单凄凉吗 也许是我格局不够吧 说做年轻女性 要做自我 不要被一些言论影响 不结婚 这个无需自豪 结婚了也无需洗脑 遇到了就学 一定要在女性 最放肆的时光中 度过美好 他抛出个问题嘛 说这个单身 会比结婚更快乐吗 看看评论区啊 有人说啊 这次276个彩 16个彩 说这次疫情之后啊 我才觉得老一辈的人呀 话大多是对的 毕竟他们是年轻过来的 说一别不婚 不管早晚最好结婚 二如果不是铁定客 要尽量早生娃 先说第一个 说这次疫情呢 我老公的奶奶呀 这个120住院了 这三个儿媳妇啊 轮流陪业 他说呢 三个儿子还没病好 以及女的方便照顾女的 说护工啊 紧缺 请不到 奶奶90岁了 还必须有人陪着 我都不敢想 如果奶奶呢 没有孩子的话 这时候该咋办 我妈还趁机啊 催我二胎 说就一个儿子 你看咋整 不得累死 说我公公呢 也感染了 视频的时候呢 一直喊苦喊疼 说吃不下饭 我赶紧让我婆婆呀 回去陪她 回去第三天 视频看到我公共状态 就好了不少 说不用去医院了 已经好多了 这大概啊 就是老伴的作用吧 再说第二个 这次疫情呢 我闺蜜一家全病了 而且病啊 都赶到一起 她公婆呢 病了啊 查了是肺炎 闺蜜的父母啊 年纪很大了 都没法帮忙带娃 而闺蜜自己啊 和伴侣也在病 然后呢 小孩还在高烧到住院 这种情况呢 简直是头大 好的 他们两个还年轻 才30岁啊 还有精力处理 但都数次崩溃到枯 后来呢 我闺蜜啊 因为熬夜照顾小孩 自己没有恢复好 因为这个胸闷气短 喘不上气 120了 住院 两个人呢 这个班都上不了 还得请个阿姨带娃 也是看到她这次的遭遇啊 我才觉得啊 真地趁父母啊 年轻赶紧生个娃 二三十岁 单身的快乐 是真的快乐 但中年单身的快乐啊 可能要打个值 不婚是省了不少麻烦 没有婆媳矛盾啊 没有夫妻矛盾 也没有拉扯小孩的 各种头痛问题 但可能啊 是孤 但可能啊 得到的孤独呢 也是双倍的 因为呢 父母老了 自己呢 也老了 很多问题啊 都自己面对和处理 真的会分身乏术啊 评论区有人说呢 说实际上人啊 是越老越怕死 老老之后呢 思想少了 但是容易一个地方走极端 老人呢 总体有个养老的 养老 敬老院的部分啊 大部分人都知道 没有孩子的老人啊 去了养老院也是被欺负 只能说是经济上啊 提前消费 养老上呢 也是提前享受 享受了现在啊 就不要在以后 这批人呼吁无人养老的问题了 不要求多生 起码生一个饱后 三财不至于 做红利 让上面压榨 没必要 反正我只剩一个 所有的财产 未来都是我孩子的 好好教 好好养 未来自己存一点 孩子养一下老 平平淡淡才是真 现在享受多舒服 未来呢 一个人孤孤单单的 就越难受 人本质是群居动物啊 几千年的繁衍本性啊 本能都过来了 这批听客啊 我就等着他们塌楼了 好吧 就是养老院这个事啊 其实我在一些社群里 跟人讨论过 当时我说 你们老之后怎么办 因为之前像去年 这个上海那波疫情的时候 不是说 一哥们差点被火化了吗 人还没死呢 为什么无儿无女 然后那个也没有老伴 然后那个他有个 有个亲戚吧 是他弟弟 还是什么什么哥 我忘了啊 反正就是说 他没死呢 对吧 最后给救下来了 那个事 当时就那个话题 展开讨论的 当时那个播客群里 那个播客群嘛 因为群都是一帮女人亲 你知道吧 就是说 他们就就就怒了 他就不允许你提这个新闻 他们就 你一提这新闻 他就跟你 他说你是我敌人 他抱着我敌视心理 来攻击你 我其实就是分享个新闻 他们说 你以为你有了孩子 你就不会被妇女火化了吗 我跟你说 谁都不要相信 他想钱 我就现在努力工作 攒钱 攒钱之后 去好了好养老院 好养老院就不会出现 这样的问题 我说大哥 你瞧 他那个养老院也不差 对吧 你去好了养老院 就是他们认为 用钱能买来一个好的服务 你要说是酒店 当然可以 但是养老院 你说那地儿花了好多钱 你真能得到 真能得到好的服务吗 你忘了 很多这种机构 就比如说 过去你红黄蓝 幼儿园 是吧 不在上市了 也不便宜 老师那边 大孩子什么的 那视频抱着来 他把你看着多可怕 养老院也是一样的 养老院也是一样的 解决说 你能力监控 说监控 我老师活工 他就是打不了我 没问题 公共区域装监控 可以 那是 就是装了监控 打你了 欺负你了 有人给你报仇吗 有人来兴师问罪吗 谁来给你兴师问罪 你可以说 我请个律师啊 我律师代表我的利益 行啊 你要你有钱 给你请喝外卖的 养老院 天天轮椅上坐着 请个律师 天天照顾你 天天盯着你 我代表这个人的利益 我看到他这个被欺负了 我就要提他出头 可以 你觉得你能请到这种律师吗 我不太相信 我不太相信 把律师弄得跟亲儿子似的 这何必呢 亲儿子亲女儿 这个才有人真正替你出头 哪怕说能试图 你威逼利诱 说你不给我好好照顾我 我这个遗产不给你 对吧 都比这个强 这件事 就是说监控视角头能覆盖到的 你唱床上去 你护工掐你一下 捅你一下 你跟谁说去 你以为你周围人 能给你同仇敌开 同仇敌戏 对吧 然后那个 怎么这样啊 对吧 没人替你出头 对吧 都那个岁肉了 每个人心态都皮的狠 能把自己照顾好就可以了 好吧 你说我 那我换养老院 现在养老模式 你了解过吗 不是你想换就换的 以前都是说 一线给了多少年 对不对 你要说 我就一年一付 一年一付 可以啊 那贵啊 对吧 所以你都是说 一年付个15年 我就堵在这 比如什么台床养老 做的比较多的 对不对 那万一出问题了 你还能换吗 你说我这个 这样老院不好 去连锁的 我去另外一个地儿 也可以啊 那去慢慢多换 多堵 对吧 你累不累 你自己在家里 租自己房子 有个儿子 能过来看看你 不比你这个强吗 不比你这个强吗 真的愿意花钱来赌 说你的后完辈的 这个幸福 都赌在这个 护工对你好 拿花钱 花钱能买到孝顺 类似于孝顺 类似于服务体验 这上面吗 反正我觉得我赌不起 对不对 有人评论去说 我们单位也有一个 这样40多岁 状态超好 不过这已经是 30多年前的事情了 那时他确实状态很好 一个人不结婚 过得挺滋润 在那个年代呢 非常少见 但是呢 在上个月啊 月底的疫情爆发期 他一个人死在了家里 倒在厕所里 过了四天呢 才被工会的进门发现 而他在晚年呢 时常在球场上 默默的看别人六娃 带孙 我也不知道啊 他是不是有所感触啊 所以说 嗨 说这类人啊 其实看待生死了 否则呢 也不至于自己倒在厕所里啊 说看人家六娃 肯定也会有这个 羡慕之心 只不过呢 凡事都有代价 30到50岁 20年的优先自得 肯定也需要 20年的寂寞啊 来补偿 按说啊 不结婚比较爽的 前提是什么呢 一 父母还在 这样呢 在世上啊 是有家人陪伴的 而且一般的父母 身体状态还好 没啥负担 等他的父母过世了 他孤身一人时呢 就会明白啊 什么叫真的孤独 发自灵魂的孤独 说没结婚 不代表没男朋友 目前我们的社会呢 普遍难追女啊 即使40多岁 不结婚啊 却一直有男友 或者一直有人追 意味着不用承担婚姻的 责任和烦恼啊 却可以一直享受啊 爱情的甜蜜 和被人追的感觉 精神物质都能得到 这是我们目前的 社会状态下 女性的红利 但后面的 如果形势变了 就难说了啊 就是先说第一个 就是说这个父母还在 会有人陪 很正常 像我父母那边就说过 之前我姥姥 姥爷那边去世嘛 后来我们等于 上面老人没了 我姥爷96岁去世了嘛 然后后来 那个我这个母亲就跟我说 说哎呀 这个老爷走之后啊 他觉得 过去他觉得 我上面还有人 你知道吗 就是我还有人在我上面 他首先就觉得不寂寞 然后呢 也感觉不到这个生死问题 当然后来呢 我老去世之后 他就哎呀 一下就没有人 顶定在前面了 他有一种 哪怕有我父 有我父亲和我 还有他的很多兄弟姐妹一起 他还是觉得有一种 一会儿拼图的缺失了 你知道吗 真想你要单身啊 没有我 没有我爸 就说这个单身 一直到死 也没有兄弟姐妹 太惨了 就是没有人来提补 弥补你这边的这个社交 没有人去给你提供 互相开玩笑啊 一起什么聊个天啊 没有 你就觉得自己很孤独 所以后来我就慢慢理解了 好吧 反正这么一个话题吧 大家有什么观点呢 也可以分享一下啊 我觉得这个话题 其实现在 在这个社会环境下 一个比较有价值 去讨论的话题啊 欢迎大家来评论区分享 喜欢的话呢 欢迎点赞收藏订阅 点小铃铛 谢谢大家